为了充实消防队的救灾能力 彰化县消防局领选了16位打火弟兄 展开每天早上1万公尺跑步 以及夜间2小时的重量训练 除了要有体力之外 还得有坚强的毅力 才能够通过这3个月的魔鬼训练 8号上午举行节训演练 带您去看一看 高空垂降 攀爬绳索 这不是在拍电影 而是16位打火弟兄 为其13周的训练成果 模拟车祸现场 消防弟兄们拿着油压剪破坏车体 并且以最快速度将伤患救出 希望救助同仁能够发挥所缺 将人命伤亡及财产损害降至最低 另外现场也模拟伤患衰落山沟 消防员采用绳索将伤患救出 还有高楼鞋降应用 演练十分逼真 组成我们的特种搜救队 因应我们国内外 国际以及国内外的人道救援 可以提升 另外一方面就提升 我们彰化县整个救灾的能力 做过消防训练 增加救灾技能 也展现了这些打火弟兄 三个月训练的努力成果 今晚也在电视 叶锡红台湾彰化采访报道 下定大人 这参加救灾技能 三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